這裡我們補充一下就是 不管你是用AE還是Flash 他們都有這種路線動畫 我來問一下大家 你看這個 你覺得這隻魚 應該要怎麼游泳比較正常 我的路線已經在那裡了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我們剛剛不是有介紹一個叫做 Auto Orient 沿向路徑 你如果沒有加那個時候 你的魚是會倒退爐的 因為他會怎麼游 這樣游過來 下來他就是倒退的游回去 這樣你了解嗎 因為 這個是不會轉向 那有的當然會像 我們剛剛的經理會 會怎麼樣 會 顛倒 就是躺著油 顛倒的那一種 所以呢 像這種地方 在Flash裡面做法 會像這樣子 基本上這是正確的 但是呢 很多人在做的時候是有可能 會失敗的 所以這裡 我們補充一下 那當然我這篇講比較長 因為其實早期 Adobe 跟我們現在的 這個Flash 只為一個 並不是同一家公司 所以以前Adobe也推出 這套軟體 希望把當時比較厲害的Flash打敗 不過後來就被人家幹掉了 所以Adobe 直接就把你撕下來 抱了一箭之籌 所以這是以前他的 版本就是從 我們現在的FSA來的 但是那時候的環境 沒有辦法去支撐他 所以呢 還是失敗了 直到後來 才OK 好 那這個部分呢 給各位參考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的 再去把這篇文章看一下 你就知道 剛剛那個路線 把他指定Adobe之後 再做有翻轉 這樣就會是正確 好不好 OK